新年才刚开始,比特币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 这是此加密货币2015年以来第一次以大跌的方式来迎接全新的一年,加剧了12月18日触及19,511美元的历史新高后开始的颓势。 彭博会整的数据显示,纽约时间周一中午12点58分,比特币交易价格为13,150美元,交上周五下错吧。 1%根据跟踪每日价格的Kalyn Market Cap,com周日的交易价格为14,156美元。 比特币去年初的表现就要强很多,此后势头得以保持最终引爆加密货币的全球性狂潮Kalyn Market Cap。 com的数据显示,比特币在2017年的第一天上涨了3%,6%至998美元,全年最终飙升于1300%, 这波猛烈的涨势不断催生各种其他的加密货币,也让比特币以期货合约的形式在华尔街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投资之一。 智商所12月18日推出部分交易员认为会鼓励做空的衍生性商品,数小时后比特币出顶后便涨不上去。 纽约时间周一中午12点58分,比特币交易价格为13150美元,较上周五下错吧。 1%图路透分享。